明天起五年下,陕西西安府周治县的一户普通农民正在开墾荒地,突然碰到了一块坚硬的石头。 继续深挖后,发现脚底下居然是一块巨大的碑石,上面密密麻麻地刻下了会胜难懂的碑纹以及未知语言文字。 此石碑一出,立刻惊动四方,众人皆以为神石将士实属异象,不知或福。 当时的西安府连忙派人查验,在通渡湾碑闻后,确定此碑为佛教之一物,才平息这场风波。 此时距离来华天主教传教师立马窦刚刚去世15年,当时的公部侍郎李之早以及礼部侍郎徐光琪曾在立马窦的影响下成为第一批皈依天主教的明朝官员。 李徐二人通过多次研究石碑上的碑文之后,发现了一个惊天的大秘密,原来他们属信仰的宗教早已在1000年前的唐代流行与兴盛过。 此发现已经公布,震惊当时的在华传教士,甚至传到梵蒂冈。 这块碑石,就是于古埃及罗塞塔石碑,石海摩亚石碑,以及南美阿兹特克寿石碑并成为世界四大名碑的大秦锦教流行中国碑。 锦教,继唐代正式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涅斯托里派,它起源于金叙利亚,由当时的罗马帝国叙利亚教士涅斯托里于公元五世纪创立。 涅斯托里年轻时就近于步道,听众很多,因此在叙利亚的声望极高,甚至远拨军事坦丁堡。 很快,东罗马皇帝西奥多·西乌斯二世任命他为军事坦丁堡牧首。 当时的军事坦丁堡不仅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更是学术中心。 刚来到首都的涅斯托里,很快就卷入了一场关于基督论的争辩中。 他无法料到,这场辩论会给他的未来带来怎样的打击。 在基督论上,正统教义认为基督既有神性又有人性,并且两性存于一体。 在神性上由父所生的子,在人性上就是由玛利亚所生的耶稣。 而因为两性一体,所以玛利亚就是上帝之母。 然而,涅斯托里却认为,基督是两体两性。 虽然耶稣兼具神性和人性,但是这两子之间是分离的。 因此,玛利亚不能被称为上帝之母。 看似无聊的争辩背后,其实触及的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虽然涅斯托里本人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他的解释招致了许多反对者,以至于引起了罗马教廷对其进行公审。 结果,涅斯托里被裁定为异端,被免去了牧手之职。 四年后,涅斯托里被流放至埃及,最终克死他乡。 然而其追随者并不因此而轻易放弃,随往波斯、印度以及远东等地区传教。 此后,涅斯托里派得到了萨山波斯王朝以及阿拉伯帝国的信任和保护,圣极一时。 更是向东传到了中亚苏特地区,并且顺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 目前,史学界把涅斯托里派最早进入中国的时间,定于公元六世纪初,也就是北魏时期。 当时洛阳前兰记,娟氏,有名四条记洛阳佛教声况说, 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原则乃至大秦国,进天地之西垂。 因为佛教未传入罗马帝国境内,这里所说的大秦国沙门, 应当只昏迹于洛阳佛寺的基督教室。 而基督教在中国最确切的流传记载,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大秦锦教流行中国碑。 这里面对涅斯托里派的称谓为锦教, 乃取新约之中光照之意,以锦为光大之意。 这块碑是唐德宗建宗二年,由波斯传教士医师受唐朝支柱, 在长安一年访大秦市,修建了一块寄宿景教在唐朝流传情况的碑壳。 据石碑所载,唐真观九年,大秦国由大德阿罗本带来经书到长安, 由历史名向黄玄陵迎接,并获得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接见。 整座碑除了记录锦教流传情况,更讲述了锦教教义, 包括人类的堕落,米赛亚的降生,修士组的事迹等。 其最上方是一十字加莲花,为锦教标志性图案, 十字开中土之花,解锦教之果。 这也暗示了锦教在中国流传的时候,接见了一些本土的宗教。 在锦教碑文中,上帝被翻译为无缘真主, 有时直接因译为阿罗赫,基督则常常被译为锦尊, 侍尊,可以感受一股浓浓的道教和佛教奇迹感扑面而来。 1908年,薄熙和从敦煌长经洞中带走的锦教珍贵文献《尊经》中记载, 《大秦本教经》都530部,并是备业翻译。 说明锦教曾将《圣经》诸多章节进行了汉译, 其中《魂元经》便是《创世记》, 《谋似法王经》是《出埃及记》, 《传话经》是《使徒行传》, 《宝路法王经》是《保罗书信》的河边, 《启征经》则是《启示录》。 自公元635年开始, 锦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了近200年, 与仙教及摩尼教并称为唐代三义教。 锦教在唐代初期传播的时候, 采取的是上层发展线路, 教士主动倾经贵族, 博得皇帝好感。 从大秦锦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中可以看出, 锦教士对唐朝的五位皇帝进行歌功颂德, 义美讨好, 并尊称皇帝为圣。 因此在皇权的洪护下, 自长安到地方都修建有大秦寺, 然而其在民间的信仰群体却很薄弱。 目前的考古表明, 在中原地区发掘出的锦教图墓葬, 大多为中亚的宿特人, 还未有中原人信仰锦教的证据出现。 我们都知道, 儒家内圣之学鼓励通过修身养性, 人人可以成为圣人。 佛教般若学讲究, 我佛一体, 有心祭佛, 人人可以成佛。 道教玄学强调三无三妄, 天人合一, 人人可以成为真人。 基督教虽也注动自身赎罪, 但信徒仅仅是上帝和基督的仆人, 不是人人皆可为基督, 至多通过赎罪获得上帝或外在神灵的拯救, 这使得锦教很难具有亲和性。 因此, 当会长五年唐物中灭佛的同时, 锦教受到了牵连, 大量波斯及西域生理被遣返, 寺院被毁。 锦教因为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因此迅速衰落。 1904年, 德国吐鲁藩考察队勒科克第二次对高昌古城进行了发掘, 队伍在古城郊外发现了一所残存的锦教废室, 这座小型锦教寺院位于高昌古城东城墙北端与小佛塔群之间, 仅存三个殿堂, 长约二十米, 宽近七米。 勒科克在墙壁内层墙上发现了锦教禅画, 其中较小的一幅禅画, 描绘一位正在忏悔的红衣女子。 另一幅禅画面积稍大, 这幅画的下半部好像是一群手持钟女子的信徒, 簇拥着一位牧师。 上半部描绘一个手持十字架的骑士像, 但是只有马蹄部分被揭取了下来。 后经考证, 此画实际上描写基督教节日圣之节, 也即复活节前一个星期天, 人们欢迎基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城的场景。 左边较大的人物像像是波斯人, 留着卷取的黑发, 身穿圆领袍, 右手拿圣餐杯, 应该是耶稣。 右边的两名男子, 穿着具有西域风格的翻领长袍, 头上的圆形帽罐似乎也是虎帽。 最右边手持钟女子的年轻女信徒形象, 被认为有回狐女子的特征。 学者认为, 是三个较小比例的人物, 分别为本土化的彼得、 约翰和摩大拉的玛利亚。 1971年至1972年, 陕西考古工作者对陕西前线潜陵东南三公里处 张怀太子墓进行发掘。 在墓道东西两壁, 发现了描绘外国使者的大型壁画。 唐王朝繁育昏丧大帝, 都要邀请外国客室参加。 张怀太子墓壁画, 生动地在线的外国使者入朝夜宁, 以及长安城外交机构红卢士官员接待外国使者的喧闹场景, 经称礼宾图。 在张怀太子墓道东壁上, 会有三位海外使者。 三人分别被建立为墨河, 新罗和东罗马使者。 而这位东罗马使者, 很可能是一位大秦国聂士托里派的宗教代表。 我们可以看出, 使者服装为咖啡色, 尤其是藩领特征, 与高昌景教壁画上景教徒的衣冠如出一辙。 可以说, 吐鲁藩景教寺院壁画, 以及张怀太子墓壁画, 让今日的我们能够一撇一千多年前景教在中国发展最真实的面貌。 景教虽然在会昌灭佛时期遭受巨大的打击, 但据民间记载并未绝迹。 加上基督教在西方一直是主流宗教, 所以不断有传教士陆陆续续前往中亚一带传教。 元朝时期, 由于疆域辽阔, 更是使得地狱之间的隔断被打破, 中国的景教信仰开始回升, 这个时候的教派已经不止景教, 天主教士也纷纷加入了行列, 他们被统称为耶利可温。 时在1278年, 罗马天主教教宗尼格三世, 命弗朗西斯派教士五人到中国传教, 并自信忽必烈, 请他善待所遣教士。 而马可波罗也曾记载, 元代中国北京、山西、甘肃、 银夏、新疆, 乃至江苏、扬州、正疆、 福建全州都有景教图和景教士。 1983年, 在内蒙古赤丰市西南城紫乡, 一农民发现了一方木砖, 正面有字, 是标准的景教十字莲花图案, 类似的图案在全州、西安、扬州等地都有发现。 十字架上方两端各有一行叙利亚文, 下方两边各有四行回虎文。 所写的内容正是基督教道词。 明代以后, 景教开始再次率威, 而以利马窦为主的欧洲天主教士, 开始陆续来华。 他们在传教的同时, 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 开启了中国西学东建的进程。 基督教由于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并没有像摩尼教以及仙教一样在中国慢慢绝迹。 虽然实有阻断, 但依旧扎下根来直至亲密。